全國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收看頂尖贏家節目 我是李建民 又到了見證奇蹟的時候 上個禮拜四 你看我的網路TV節目 我怎麼告訴各位呢 如果你有做筆記 你有把我們節目錄起來的投資朋友請你來見證奇蹟 我做節目的特色八字真言 事前預告事後的驗證 你看到上個禮拜四大盤殺成正負德性 或者說呢 上個禮拜我們開高走低收最低的時候 你會不會把我 所做的預測拋出腦後 我是不告訴各位 大盤短線為什麼 快速反彈 昨天大盤有沒有快速反彈 大長150幾點 那如果上個禮拜四 你跟我們一樣呢 有感的做多 你就會分配別人的財富 因為每一個波段 關鍵的轉折點 你如果做錯動作的話呢 你的財富是被別人所分配 可是如果你做錯動作 你有李老師盤中指定的話呢 你是去分配別人的財富喔 一來一回差很多喔 因為上個禮拜五你去殺低的話呢 你會什麼 你會認住啊 看到禮拜一呢 大盤啊 大漲特漲 很多股票的話呢 有時跌升的股票的話呢 強力的反彈喔 股票市場喔 最可悲的就是什麼 去追在相對的高點 然後呢 又殺在最低點 那等於是什麼 惡度傷害 可是呢 你只要是我的親愛的會員的話呢 你一定會很清楚 我李建銘老師的話呢 我不可能支持掌停板 可是重點 只要是關鍵轉折點 我一定是全場的 第一個知道的 這個不是我自己在糊弄的嘛 這個就是市場上的經驗嘛 還有呢 我們台大商學研究團隊呢 來支持了李老師的一個 論述跟什麼分析嘛 所以呢 我們台大商學院的一個 這個金字招牌的話呢 為什麼能夠毅力不搖 上個禮拜五呢 我在廣播節目呢 有送給大家 人生勝利股 我不曉得呢 如果你聽了我的廣播節目 我這邊呢 順便再打個廣告 我們每週一到每週五 鄭森廣播電台呢 下午的2點20到2點40呢 我都準時呢 在鄭森廣播節目呢 幫大家分析喔 當然中南部的一個 觀眾的話呢 或是聽眾的話呢 你就什麼 沒辦法呢 收聽到我們的節目 那也沒關係嘛 反正我們網路TV的話呢 都是開放給大家的 重點 你如果上個禮拜五呢 你有打電話進來 我送了你人生勝利股呢 其中有一檔是生技幹一個 今天強所掌平板 老師 是不是美食 除了美食之外啊 你如果是有心人的話呢 你可以去找找看啦 這檔禮拜的話呢 可是你也不用累嘛 你上個禮拜五 如果打電話進來的話呢 這檔標股就是你的啦 可是重點啊 資料送給各位 你沒有三家運用的話呢 你只能忘錶股而心態 很可惜嘛 好 一檔好的標利挖呢 你看今天三五六九的利挖 好壞啊 今天差一點第二根掌平板喔 老師為什麼利挖這麼強啊 很簡單嘛 因為Apple的話呢 昨天公布呢 第四季的一個財報的話呢 是 營收421億美元 創下歷史新鋼 然後EPS呢 是1.42美元 也是優於市場預期 我之前已經告訴各位 上個禮拜五的話呢 iPhone 6 正式在大陸 開賣嘛 結果呢 哇造成熱銷 非常轟動 你要去想啊 如果說呢 市場上你預估到年底的話呢 會熱銷 9000萬支 全球裡面 那Apple 概念客服的話呢 哪些股票會出現呢 你看這個Apple Pay 行動支付的話呢 在昨天呢 美國正式的 上路嘛 大概呢 全美的話呢 有22萬個據點的話呢 會什麼 使用Apple Pay 你要想Apple Pay 干預讀是什麼 電子商務的話呢 裡面的話呢 這個物聯網 什麼各股會受惠 當然是利旺啊 火力王啊 因為呢 利旺呢 最主打的一個什麼 產品就是NFC的一個 這個所謂的 進廠無線通訊的 這樣一個提材 所以為什麼今天那麼強 等你加到他 知道他為何而漲的時候呢 已經來不及了 好另外的話呢 我之前也告訴各位呢 6245的什麼 利端啊 投資朋友 大盤曾經破底 昨天大漲 今天呢 小福拉回沒有過高 可是呢 你聽了我們的 節目的話呢 鎖定6245的利端 今天是創什麼 收盤新高 而且呢 今天早談的話呢 我一樣帶會員做買進來 啊 老師啊 原來是你的會員的力量 我不曉得是不是我會員力量 我說的是市場的力量 他的9月營收創地址新高 這樣好的不必要 如果他都不能往上攻的話呢 你認為大膽會有機會嗎 我們也不是只有今天呢 才做最高搶進的動作 我們講說最高搶進 其實有時候股票啊 你要買在最低點 還是要買在會發動 會飆漲的點 當然是要買到會飆漲的點嘛 你想要買最低點 他不會動呢 而且破底怎麼辦呢 重點是上個禮拜四的話呢 你有我的帶領的話呢 很多好的標的的話呢 比如說呢 808月的紅捷哥啊 你看今天是不是在大漲 你要買在別人家 不敢做多的點 今天我們也有呢 逢高初心一檔股票 5347的世界先進啊 市價全數初心 這樣子剩 所以如果接下來世界先進往下跌的話呢 不關我的事 也不關我全國會員的事情 甚至呢 6147的情報呢 一樣啊 我們有賣有賣嘛 股票市場差不多是這樣啊 要看我如何能夠 嚴控我全國會員的職務 各個等級呢 不超過三檔 我們一定是一檔高檔大賺出清 或者說呢 如果行情不好的話呢 我也難免會什麼 會有認賠的嘛 李老師不是神啊 我說這個世界上呢 有兩個人呢 都能夠買最低 賣最高 而且呢 每一次出口都會賺的 是誰 上帝跟玉皇大帝 或是平凡老百姓啊 我不可能說到這一點嘛 可是重點 只要是好的標的的話呢 我一定在起上點的做切入嘛 我們大賺小賠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呢你看 起幫忙全入初心 他就是收黑 是不是賣得很漂亮 可是你如果是我們的電視會員 或者說呢 是我的廣播會員 老師什麼是電視會員啊 就是看了我的 網路TV呢 來操作的叫電視會員 什麼叫做廣播會員 聽我的廣播來操作啊 你永遠賣我全國的會員呢 賣一天啊 你不要小賣一天啊 你今天看了我節目呢 哎呀李老師原來你事業先進全處初心啊 那明天你到底要去殺低還是說呢 等到呢 拉讓去才賣呢 所以盤動的其實口訊的話呢 如果對你是最直接 最有效率的話呢 你應該什麼 趕快拿出你的行動力 要脫胎換股 你不做改變 你過去賠錢 你將來還是什麼 還是會賠錢 為什麼 因為你的觀念就是錯誤的嘛 追高殺低嘛 追高不是不行 追高的前提是 它是帶量 比如說呢 我們的頂尖指標翻多嘛 出現攻擊量 那個叫買帶起上 可是不是說那一漲再漲漲漲漲漲天了 你才去追嘛 然後看到它呢 持續的破底的話呢 你去殺低 比如說1795的美食 你看 昨天我相信很多人呢 聽到哈利公 哎呦呦不得了啊 說這個第四季的話呢 這個發育份的話呢 虧損嘛 你去殺低 結果今天呢 漲停板啦 請多一看 那為什麼呢 我上個禮拜 送人生勝利股裡面呢 有一檔生技股 不是美食啦 強鎖漲停板 你如果真的想要了解呢 到底是哪一檔股票呢 微笑 歡迎投資朋友呢 你能夠打電話進來 可是不管如何 你就去想嘛 為什麼 每一個波段的轉折點 尤其是地單轉折 高檔的轉折 我都能夠領先市場告訴各位 9月30號為什麼 我們要放空 3673的FTPK 你今天才去殺低嗎 9月30號呢 我們限空限疊停啦 好 9月30號的話呢 我們也放空一檔股票 這檔股票呢 3561的生陽科 你看9月30號 是不是空在相對的高點 你看 你看看 這樣跌下來是20幾% 為什麼全市場 只有在三個禮拜之前 只有我李建銘老師 看空太陽能出群 現在哪個老師會講太陽能出群啊 都當做沒這位事啊 都什麼 都好像有失憶症了啦 我要告訴各位啊 長上去每個都有啊 跌下來的話呢 每個都出青了啦 你真的相信嗎 所以 我怎麼操作 我就在節目中怎麼告訴各位 如果你認同我的操作 第一個 我們持股呢 集中 重壓兩到三檔 第二 我待進又待出 而且呢 顏色挺損 你認同我這樣的操作的話呢 你應該 趕快把電話溝通 因為 我鎖定一到兩檔的超級的標譜 你如果把手續辦好的話呢 明天開盤 我就什麼 直接帶你進場 然後呢 迎接將來的狂票大檔 讓你的 臉本帶你綜合來 電話溝通 自然 採訓人通 我們明天見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這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因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